好的目前在高雄的旗艇看到了這邊的風勢已經開始大了 所以迎風面這邊我幾乎是完全睜不開眼睛的 而事實上在這個旗艇渡船頭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海平面呢已經跟馬路上一樣高了 所以因此出現了海水倒灌的狀況 所以已經水淹馬路上這邊 而這個水勢呢 預計呢在八點的時候呢 將會到了大潮的這個時段 所以勢必呢這海水倒灌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了 一直也看到呢這海平面呢幾乎跟馬路一樣高了 而沿途這邊停靠的這一些小船隻 其實在三天之前呢這些船隻呢 就已經陸陸續續的已經停靠在這邊 幾乎是已經停滿了 而為了這一次他們呢 事前也訪問到了這些船員 他們表示說這一次的颱風呢是不可預估的 因為從原本的強烈颱風可能是來勢洶洶的話 所以呢這一些船的距離呢 要特別的是把它規劃好 不然呢這大風一吹的話 這船隻碰撞一起呢很可能就會受傷了 所以原本呢這個船呢 原本是只有兩條線固定的 現在是double用五六條線的這樣子捆綁住的 但是現在呢整個大潮的狀況呢 是大概在八點的時候呢會影響墜劇 所以海水的倒灌呢 將會從這邊渡船頭開始一路蔓延開來 而事實上在上次凱米颱風的時候 又剛好遇上了天文大潮 因此呢這一個水漫馬路的狀況呢 在奇景地區也是相當嚴重的 而看到呢這一次呢颱風又再來 又碰上了漲潮 再加上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會出現呢颱風暴潮的情形 因此呢這樣子的水位上升到馬路上面的 這個狀況 勢必呢是會也跟上次一樣的 另外再看到風勢這邊 是在同這個高雄兩點露夜之後呢 就可以感受到這個風力呢是逐漸的增強了 尤其呢這個觀測在高雄燈塔也是奇景地區 甚至出現了十一級的強風 因此看到我們這邊呢 鏡頭再跟著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呢這個路段呢這邊風吹雨打了 所以看到在旁邊這裡呢 有那些的鷹架啦 還有機車呢出現倒塌的這個狀況 而隨著現在可以剛剛也可以明顯感受到 不只是水漫馬路 這風力呢也是相當的強 平均震風呢甚至有可能會來到了七八級 最大級震風到達了十一級 所以呢有一些鷹架的部分 還有機車部分 如果停在迎風面的話 很可能就會像這樣子呢被吹倒的這個情形 而隨著現在呢這個颱風山駝兒 他還在呢高雄的西南方 利用史哈里處 還沒有正式登陸 原本高雄市預計規劃呢 可能今天早上八點左右會登陸 如果一旦登陸的話 又正好遇到漲潮的狀況 那影響的會更大 所以有提醒民眾呢 是沒事就不要外出 但是呢現在在八點的時候 這一個的外圍環流這個颱風呢 都持續還在外海當中 勢必會影響到呢 中午的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在這中午之前 隨著外圍暴風的犯境 已經包含了在裡面 而隨著步步逼近的話 其實像這樣子 風強宇宙的狀況會更明顯